其实这次可能让大家有点失望 但是是自己原因了 不过我想我以后还会继续加油的 也许我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演唱方式 也许我还不太适合在舞台上那么放得开的唱 我还是比较适合那种抒情的 娓娓道来 叙事给大家听的那种歌 我想我会坚持我自己原来擅长的东西 让大家以后不会再看到我失误的时候 不会让大家再失望了 今天为什么会 其实我刚才就是在彩排的时候我也有看 就是别人好像都是一首歌自己已经挑完了之后 然后就在那边唱 然后但是你好像上去的时候 是乐队在一句一句的帮你扒歌还是怎么样 因为一开始通知我们说有这一轮PK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歌曲 选了三首歌 因为抱上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这首歌 我其实说实话如果今天是失误 我唱的会很好 不失误的话我唱的会很好 只不过它要求在一分半 最多不能超过一分四十秒 卡太紧了 那个时候因为我这首歌全长有五分钟 其实我准备了一个两分钟版本的 但是当时老师说肯定不行 那既然这样我想要保留这首歌最吸引人的地方 最有表现力的 对所以说当时老师就把整个的谱子都改了 怪不得当时我就在想怎么一句一句的在那边改 然后歌词也是重新拼凑的 尤其是要最后一句其实还超出了很长 只能到最后改成那句歌词 这能可能导致我 而且我是刚刚改了歌以后 大概也就十分二十分钟 几分钟 对然后就要上场 所以说可能自己没有准备好 其实其他东西还熟 只不过就所有的东西都打乱 重新拼凑以后 我可能就没有掌握的那么好 还是自己不是那么能够了解一首歌 不会那么去快速的去学习一首歌吧 其实真的不是你唱的不好 我只能说在这个地方 你没有这么熟悉的去把握好一首歌 所以说可能有点小小的失误 我们家庆就熟的去展现 而其实李大默也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 也是不光会唱歌 从高中开始就开始学美声 而且还会吹单黄管 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个学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都有做功课的 单黄管大概学到初中快考高中之前吧 美声是高中 然后一直 长得着急 其实是我自己调卡的 只不过我长 我喜欢成熟一点的面容或者形象 这样可能让人觉得更能沟通吧 因为如果你长得太小 可能别人就不想跟你说话 对 这个是真的 会被轻视的 真的 对啊 可能男生有这种感觉 女生还是长得小点可爱点 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 李大默从台上开始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在微笑 对啊 我觉得心态也特别好 非常乐观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你既然要大家看到你 那你一定要把最好的一面给大家 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发挥不好了 失误了 心情会低落一点 但是尽量要让这种时刻 这种时候这种时间少一点 因为毕竟大家喜欢你 喜欢是你的微笑 喜欢是你开朗的一面 不喜欢你总是 丑眉狐脸 对啊 谁也不喜欢这样 对对对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我以前的个性是挺自闭的 但是减微成功之后 我发现可能有人 更多的人接受我了 喜欢我了 我觉得那我既然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我不可能给大家带来负面的那种影响 所以我尽量逗大家开心 其实在整个这个刘欢的团队里头 其他13组人好像跟我的关系都还挺好的 这肯定就是一个自己的一种性别的关系 所以说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我相信你将来的发展一定也是挺好的 谢谢 姚云有这样的非常乐观积极的心态 肯定是能够绽放出自己的这种光芒 谢谢 非常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接下来一定要加油 加油 加油 各位新栏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欢 我是那姨 我是杨慧 我是哈林 于晨庆 想了解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最新资讯 想了解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的最新资讯 关注小文 at you 关注小文 at you 关注小文 at you 小文 at you